报道 政府第一波组织改革 照理来说应该缩减人力 减少预算花费 但是第一波组织改造之后 竟然有九个单位 减任实职等以上的人员 比组织改造之前还要多 那么以月薪至少八万块来计算 国库每年等于要多付 上亿元的人事费 立委就痛批 这政府怎么会越减越肥 烧我们纳税人的钱来养高官 也没有提升行政教育 胖嘟嘟的猫咪动起来 抬起腿要瘦身 但台湾政府组织改造 要正愿瘦身 确实越减越肥 政府第一波改造 组织有九单位 减任实职等以上高官 居然比组改钱还要多 暴增了189人 那你光这个效率 就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然后再加上钱又花多了 所以我们认为这次的组改 不只是越减越肥 效率是越来越低 立委直接点名 新成立卫生福利部 增加50人最夸张 主级总处增加18名 增幅高达30% 以约新约8万元计算 国库每年要多付上亿元人事费 没必要吧 不如把钱拿去做健保改革 因为现在健保更需要 民众连番痛批 改革只是浪费公帑 但令纳税人生气的 还不止这一件 族改里面 如果有这些黑官漂白的话 那他真的是对不起大家破产的这个退辅基金 结果要我们全民买单 政府想借组织改革 将劳保局 国工局等临时编制机关签名员工 不用考试 直接转为公务员 退休金从原本一次领 330万能改成暗月领 活到80岁就能领千万元 那当然是不行了啊 弱势的团体 然后完美扶起来啊 行政院人事总处解释 增加人力是要增进行政效率 但烧的是纳税钱 看在人民眼里真的不是滋味 东森财经新闻 刘思雨 郑燕龙 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郑燕龙